本周大盘三个指数都出现了明显的周线级别的上涨 那么呢上涨的个股也还是可以的 虽然有一些分化 但是问题不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 周末又传来券商的类似于定向降准的这样一个利好 下周能不能继续强势上工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消息面 第一条呢消息实际就是关于券商的 实际是结算的方式呢 实际就等于变相的定向降准 大概是180多个亿 这个数量呢虽然不多 但是对券商呢还是形成正面的利好 但是欺明判断这个利好呢 有限啊估计也不会太大 所以说呢券商呢 但是周线呢出现了一个阳线 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券商肯定是能够有所表现 但是会不会像我们期望那样大幅上涨 我感觉概率不大 但是券商板块是没什么问题的 上涨的可能慢 但它会涨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第二条呢就是深交所呀 发布了八个概念类的指数啊 涉及像员工智能啊 算力啊等等啊 这些事情 那么很显然呢 对这个像员工智能啊 什么算力等等 这些在数据啊存储啊等等啊 应该是一个继续推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位置本来都挺高了 那么这个位置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关于板块指数的周配线分析呢 我明天早上给大家专门做一档节目啊 我们周末 给我周末板块分析一和二嘛 那个是在日线上考虑的 那么明天早上这个呢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周配线上的考虑 明天早上七点钟 我们不见不散啊 还是回到我们的A股啊 消息呢 基本上就这两个消息啊 周五的夜盘呢 外盘是修饰的 所以说咱们就没什么可以说的啊 我们周平呢 主要是数据看周盘 数据看这个周线啊 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啊 看看本周的数据啊 创业板指数呢 涨了1.98 实际还是涨的还是不错 是不是 但是我们是知道科上板涨的最好 待会我们就通过K线来分析啊 户指呢 涨了1.67 那个总体来讲都是收 周线都是收阳线的啊 但大家要看这个成员量是4.82万亿 注意啊 这可是四天的 这个四天的成员量量呢 平均达到了1.2万亿吧 这个数量是比较大的 而且后两天呢 是没有北上的 那么没有北上的 这个成员量就已经相当 我感觉是相当可以了啊 再有大家看 上涨超过10%的呢 略有增多 6%的也略有增多 说明啥呀 在航空再往好的方向上转化 有点上升的局势 但大家看呢 这个上涨的个股虽然增多了 但是跟下跌的个股基本上持平 另外呢 同时我们发现这个数据啊 这个数据出现了降低 那么就说明什么呢 高位的个股有些分化 低位的个股呢 有些补涨 这个是从数据上看到的啊 另外来讲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啊 下跌的加速呢 大跌的加速不太多 是不是 进一步的减小 这是减小了吗 减小了 这几个数据呢 都在转好 所以说呢 整体上从数据上看的 这种反弹应将延续啊 但这种分化呢 看看下周呢 能不能出现一定的变化啊 这个是很关键的 数据上看呢 反弹应将延续 来看一看具体的走势啊 本周走的指数 最好的是科创版50指数啊 周线上连续上股 日线上也是形成 多头发散继续上股 很显然这种上升提示 赢将延续啊 不管它是后面出现 日线级别的整理 还是怎么样 后将赢 后市赢将创出新高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比较重点的方向 大家还记不记得 曾经来这个位置下 这个位置下 齐明曾经说 我说科创版是历史性的机会 我认为这个地方呢 就是创业版的 2012年的12月末的 那样的性质 那样的性质 大家记不记得 创业版长了 那个时候 从2012年12月末 到2021年的 春节前后 这涨了多少倍 大家记得吗 实际上的第二个指数呢 是这个深城值啊 深城值 从日线上看 也进入到多头了 小多头 是不是这样呢 小多头 从周线上看呢 大家要注意啊 深圳城值 这个走势 要强于创业版 大家看 因为它出头了 占到了周线的 所有的 我给它放大一点啊 所有的均线的上网 所以说 这是已经进入到多头了 这是已经进入到多头了 就是刷新前面高点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所以这个行情 还是不错的 大家要注意啊 这是涨第二行的 实际第三的呢 就是这个科创版 就是这个创业版 创业版呢 很显然从日线上看啊 这是周线啊 周线呢 60周军线反压 然后刚刚站到 五周 十周 二十周军线的上方 成交量 周线是同比方大 应该是一个健康的走势啊 但是呢 我们说过 这周线呢 我给它放大一点啊 周线上呢 是红三冰走势 这种红三冰是 犹豫红三冰 后边的这个阳线的尸体呢 要小于第二颗 要大于第二颗 小于第一颗 第一颗是最大的 那么这种走势呢 叫犹豫型的红三冰 后面呢 可能会有震荡 但是呢 这个上涨 应该是没有结束啊 再看日线 日线呢 很显然 很显然 经过连续的反弹之后 碰上了60线的压力 这里面出现出现 整固 这是十分明显的 十分正常的啊 但是呢 经过整固之后 或者是不整固 直接向上挑的 概率不是很大 我们看看 周五表现的医药啊 医疗啊 创新药 他们怎么表现 另外赛道股动不动啊 下周呢 是高举高打呢 还是怎么样 我们待会简单分析一下 更多呢 我明天早上板块分析啊 所以说 这个创业反指数 无论它是整固不整固 后面赢将继续反弹 就整固了 那更好 长期更加健康 没整固呢 继续上涨 大家倒是要小心点 最高啊 因为随时迎来整固啊 最后呢 我们来重点说的 就是上证指数啊 说上证指数之前呢 我们来说一些 创上证五零指数 上证五零指数 大家看 它走的是最弱的一个指数 但是它走的真弱吗 实际不是这样的 你看 大周期深看 这不就是一个 上涨之后的回调浪吗 而且这种回调浪 基本接近于末端 是不是 对不对 即使是有整固 那就见底了 可能会出现一个 比较加速的 要大于这一步来的上涨 实际上证五零指数 走的这段 是示弱 但它也是调整 非常充分的呢 这一点 大家引起高度的关注 回到上证指数的走势啊 这很显然成交量 是有一定的放大 是不是 而且呢 接近于刷新前期的高点 33342 这个高点必将被刷新 这是没什么疑问的啊 但是在这个 上证指数 123456 六连阳之后 能不能有七连阳呢 我判断这个七连阳的 七连阳的这种概率 还是蛮大的啊 因为我们本周是周线嘛 所以说在周线上再看一看 三周 小阳线之后 本周呢 出现了一个较大的阳线 很显然有向上冲的 这样的一种惯性 是不是啊 所以说是本周的 这个上证指数 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啊 我看呢 只要白酒不出来捣乱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是实现七连阳 甚至八连阳的 这种概率都是偏大的 就看白酒 能不能出来捣乱了啊 这个是一个白酒 应该是一个比较 我们比较担心的板块啊 但是白酒呢 从大方向看 也是即使是回落 也是良性的回调 这一点要注意啊 上证指数 注意这一点啊 前期的最高收盘价呢 是33号的3328点啊 那么周五收到了呢 3327点 差一个点啊 如果收盘价 创出了3328的这个 超过这个3328 那么出现了日线级别的 什么 日线级别的顿化 但是顿化不是交易的理由啊 那么顿化之后呢 这个地方一般情况下 顿化之后是小心追涨的啊 当然这是从指数上看 那很多低位的东西呢 低位的板块呢 是不是这样呢 总体上是维持这么个判断啊 总的来看呢 这个行情什么事也没有 大家要积极一点 只不过呢 你要特别特别注意的是 板块的节奏啊 上周呢 实际本周呢 有一些分化 上周呢 就有了一定分化的端 本周的分化是什么 你看那个21X的数值 在降低吗 降低是什么 高位的东西 有一些分化了 你不要看发明了 几个指数怎么怎么样啊 就是又来了把握指数 对人工智能等等 是一个正面推动作 毕竟呢 涨得有点快 也有点急啊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看呢 是这种强者横强 高举高达 还是低位的补涨 我判断低位的补涨的 概率不算太大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起来的东西呢 并不多 尤其是前期 去年跟前年的那些赛道 更加毫无动作的迹象 所以说我判断呢 有些 就是最近的数字经济 业 营工智能等的方向 有些细分赛道 影响继续表现 包括半导体跟芯片 有些东西影响继续表现 科创码还是指数当中的 强指数啊 这一点要清晰啊 那低位补涨呢 我们在周末板块分析 一和二已经做了 进一步的阐述 明天早上 我们再详细说一说 从周线的角度上 哪些板块还值得 我们跟总的东西 看一看 好吧 明天早7点钟再见啊